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北韓疫情大爆炸 牽動著西太平洋地緣政治的變數 而拜登本週的行程要訪問東協 當然行程也包含了訪問日本跟韓國 同時9名的美國眾議會的議員直接聯名 呼籲拜登加碼訪問台灣的同時 美國事實上對於台海戰爭做了這一個新的兵推 兵推過程當中研判 這場戰爭不會速戰速決 而且很有可能戰爭打到美國本土 同時日本現在全程跟兼遼寧號 那遼寧號在西太平洋的演訓 到今天為止還沒有走人 而這一回合也因此 美國加大力道加碼的是在西太平洋的海軍的布局 然後國際媒體一方面傳出來普丁疑事罹患寫癌的新聞 另外一方面英國的媒體再度追蹤 這個習近平疑事動了腦動脈瘤的手術 好兩個人的身體健康都有致命危機的同時 國際媒體不斷的追蹤 中國內部的政治鬥爭以及這一場經濟戰爭 因為中國的官媒直接喊話外商要求外商不要走 希望外商跟中國共體時間 然而在中國內部新一回合的鎖國 現在鎖的是電話 特別是中國移動直接關閉了國際跟港澳台的通話跟簡訊 那這背後當然也引發外界觀察 這一回合中國會帶來的全世界的變數 另外一個全球現在都感受到的壓力是 今天國際企劃小麥價格直接不要漲停 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直接限制出口 而全球的糧食保護主義 可能使得糧食相關的通膨壓力再度擴大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俞仲基將軍 大家好 再來是鄭正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來是陳明剛家紀偉銘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國際間同時傳出來 普丁跟習近平都有嚴重致命的健康危機 然而習近平這一回合面對的黨內政治鬥爭 不斷的越上國際的媒體 最新的媒體是CNBC討論習近平的鬥爭 好創下上個禮拜是花街日報連續幾個專文討論 習近平的20大連任不會風平浪靜 那緊接著剛剛看到的是先BC討論中國內部的政治風暴跟經濟壓力 同時國際間還有媒體討論的是這兩個人都疑似罹患身體致命的疾病 習近平現在問題越來越多 先是上上禮拜紐約時報先講說習近平的堅持動態清零 是做一場實驗要把上海給新疆化 然後再下來是華爾街日報先說李克強不忍了 李克強為了經濟已經要跟習近平要攤牌了 然後陸克文再說這個情勢之下 習近平的20大絕對不會風平浪地 在這麼多的風雨飄搖之中 突然之間《美日郵報》突然有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是說習近平連身體都大有問題 他們講的是什麼 其實習近平已經罹患了腦動脈瘤 但是習近平堅持不敢或不願意動大手術 要用傳統的醫療方法想辦法的控制過來 我們知道說習近平在去生菌的時候 突然之間一直咳嗽嘛 然後有時候人家會看到說 跟馬克宏講話的時候 手要扶著才帶人起來 他在義大利那邊會搖搖擺板 所以他們講說其實到了去年年底的時候 習近平他們得到的是北京那邊有些消息說 突然之間有腦部出血緊急送往醫院 然後後面發現是腦血管腫脹 然後疑似腦動脈瘤 但是習近平堅持不願意動手術 因為他怕一動手術的話 可能有更多的一個變數 然後習近平現在面對二十大的時候 他的一個身體也變成是他處理鬥爭裡面 一個核心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普丁處理戰爭的問題裡面 也傳出來各種的毛病 每日新報最新的是拿到了一個十一分鐘的一個錄音帶 而這個錄音帶裡面的主要的對象是說跟克里姆林宮關係非常好的俄羅斯的一個寡頭 而且他在富比市裡面還排行到了前兩百名裡面 在裡面講的是說其實普丁在三月的時候已經罹患的是血癌 而且情況非常不好 所以普丁的身體也很糟糕 所以現在全世界這兩大獨裁者身體都出了狀況 而身體出了狀況之後 大家更擔心的是身體會不會影響他們的一個決策 影響他們會不會走向更極端 而習近平現在真的越來越走向更極端 你看整個連李克強他們對於經濟問題都跟他開炮了 但是習近平還是堅持要動態心靈 而且動態心靈裡面現在已經要求外商共體時間 不要出去外商都不要出去 那你中國人當然更不能出去了 所以中國的國家移民管理局下了一個規告 要重研的審查出入境的管理 這審查到什麼呢 出入境管理要非常嚴格的審查 而且出入境的政策審批要繼續的嚴格 要限制非必要的中國人出入境 那什麼叫做非必要呢 出國旅遊 出國探息 這都叫非必要 你都不能出去了 然後再過來呢 你如果是要境外去學習 境外去留學 境外去找工作 重研審查 而此事之外 對於外部的訊息也要重研的管控 所以呢 他們的中國移動裡面傳出來是在 浙江還有那個浙江和荷蘭 已經開始限制國際上 還有港澳台的簡訊和留言的功能 這些訊息也進不去 而這裡面呢 結果浙江那邊還有承認是說 是根據上級管理部門的一個要求 它的原因是防範從外而來的詐騙 是為了要保護中國民的資產 所以這些從外面去的簡訊 通通的把你給封守 而杭州那邊呢也是講說 他們呢也是把它預設為關閉 這個荷蘭那邊也是同意 所以他們確確實實就把它給關了 而在這個時候 美國呢 對於中國的一個競爭 也在加大力道 目前傳出來是 兩黨領袖正在進行一個協商 一個規模2500億 跟中國競爭的法案 他們希望到6月中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更具體的通過 裡面包含了520億的 美國怎麼去半導體的一個競爭 那另外呢拜登5月20號以後 即將來到亞洲訪問 要訪問日本人或韓國 所以美國的9名國民議員聯合的希望拜登 你呢繞到台灣這邊來 來訪問台灣 那如果拜登真的來的話 那整個在台灣這邊的話 除了艾成豪之後 拜登將是第二個訪問台灣的美國總統 好那同一時間 美國內部事實上也進行了台海戰爭的兵推 好明杰剛看到的是美國媒體的追蹤報導 這一個模擬台海戰爭的兵推 對 而俄烏開戰之後 那美國的智庫新國家安全中心 那邀集了我們剛剛畫面上看到 一些美國的前五角大廈官員 甚至是美國的國會議員 或者是一些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 那以這種所謂的 圖上或紙上兵推的方式 那針對台海的危機 那進行一場在模擬2027年 如果今天這個美國 嚇阻中國失敗的情況之下 那中國對台灣全面進犯的情況之下 那到底雙方的結果會如何 那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在這場兵推裡頭 其實在這一個2027年 等於中國確定全面進犯台灣的情況之下 其實一開始 就對這個美軍的亞太基地進行先制的攻擊 而在攻擊之後 等於說這個戰事沒有辦法如北京預期 在這一個非常短時間之內就結束 也就是說沒辦法速戰速決 變成一場曠日廢時的持久戰之後 那雙方其實史上都非常慘重 也沒有哪一方確實已經贏得 所謂的這一個真正的優勢 那這種情況之下 變成在傳統的兵力 無法攻克台灣跟這一個 等於說打推美軍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美方還丟出了這種想定 就是不排除 就解放軍其實就這個升級 讓這變成一場核武的一個戰爭 甚至直接襲擊夏威夷跟美國本土 那這些當然都是兵推過程中 用這個最壞的打算去提出一些想定 然後想要等於說提出一些可能 能夠在這一場戰爭中 美方跟台灣能夠獲勝的一個目標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美國的這個前空軍的退役中將 就談到說如果要對比 在這俄烏戰爭過程中 美國對烏克蘭的軍員來相對來講 因為位置就直接可以從這個 北約的東西直接運輸 這相關的武器裝備 那在台灣來講 台灣因為四面環海 所以對台軍員看起來相對更為困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幾個結論 就是說如果今天美國跟台灣 要贏得這樣的一場 所謂的這個中國犯台的 這樣的一個戰爭 那必須在這個中國犯台之前 那開啟這一場戰爭之前 就必須要先武裝台灣 那同時當然要加大對中國的嚇阻 那在這種情況 還有包含非常重要 就是美軍跟日本跟澳洲 自己本身在印太地區的基地 就要強化 那同時還有包含像 美軍也必須要預先部署 更多長程跟精準的 這種搖攻的飛彈 那還有包含像水下戰力 也必須提升 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還有 剛剛畫面上也看到 新美國國家安全中心 就是說過去 美國五角大廈的國防次長 這個佛羅諾他也講到說 其實都不能拖延 美國現在就必須採取行動 那必須要先預先 那提供台灣部署 非常多需要真正暫時的軍需品 那同時也必須要協助台灣 來準備應戰 那這樣的說法 當然我們也非常贊成 那等於本來很多的一個 美方的協助 本來就可以應該及早來應應 不過我們觀察就是說 目前來講 美方不管是他的 這個參謀聯繫會議主席 有命令或者是一直到這個 不管是這個國安的總監 非常多的人都提醒說 2027年非常有可能是 中國武力犯台的時間點 所以要預做準備 不過看起來目前來說 並沒有真正形成一個 明確對台的一個政策 那這樣的政策 其實必須要落實 就必須要沿逆所謂的 真正的計畫 而且從計畫也必須轉成行動 而且同時必須加速來演練 才能真正應對 這中國可能對台的威脅 那除此之外現在確實 中國不斷的對台 要舞揚威的情況之下 遼寧號航母編隊 那在5月2號出宮古海峽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到現在還沒有離開 其實這樣的一個演訓的時間 已經長達兩週以上 在過去來講確實是屬於首艦 而且這過程中 日本出動這個不管出雲號 或者是這個空中的 各式的這種戰機 或者這個反潛機 在進行偵查過程中發現 它在上面不管是直9 直18這些艦載機 甚至殲15起降次數 已經應該有200次以上 我們看到這一次整個航機 整個發展的過程 我們約略看一下 它從這個5月2號 出宮古海峽之後 其實它一開始是先 這個往東南的這部分走 那這一個5月 這一個等於說 差不多5號6號的時候 其實它就一路逼近臺灣 這過程中就持續進行 所謂殲15戰機的起降 一直到5月11號 其實它又反方向 往西太平洋的方向走 那其實這過程中我們發現 其實它不只是威脅臺灣 其實對日本的西南諸島 甚至是石淵島 雲納國島這個位置的威脅 恐怕來得更大 那威脅臺灣的部分 離臺灣其實最近的距離 大概250公里 但是離這個石淵島 最近的距離 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里 甚至更近 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讓日本的這個 統合幕僚長 三岐信二 也就是類似參謀總長 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也提到說 這樣的一個動作 過去來講 相較於遼寧號 過去類似的動作來說 這一次事態算是非常的嚴重 而且它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展現 航母戰力的一個提升 當然臺灣的部分 也針對這個部分有所因應 所以我們在從今天開始 漢光328號演習 今天開始也進行 所謂的圖上兵推 那取代所謂的電腦兵推 今年當然可能跟疫情也有關係 但是針對 俄務戰局中 烏克蘭如何自勝克敵 用不對稱作戰的方式也好 各種全民防衛動員 都會納入這一次兵推之中 那當然更特殊的是 這一次因為 直接有遼寧號相關的 一個敵情威脅 也勢必會納入 這個整個兵推的過程中 去思考如何來反制解放軍對台的威脅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本週事實上 準備訪問亞洲外傳媒體 事先猜測B站可能到韓國 而且事實上行程 可能看這個三星晶圓廠 然而呢 朝鮮半島並不平靜 特別是北韓的疫情 突然大爆炸之後 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國際角力 好 資深剛剛看到的是CBS 事實上高度關注北韓疫情的大爆炸 因為這個可能使得 西太平洋的國際政治 帶來新一輪的變化 市民有時候剛才影片看到中的 北韓的狀況 完全沒有戴戴口罩 這是四月份包括太陽節 包括他的建軍絕的這些遊行當中 所以現在北韓疫情的大爆發 都被認為跟當時有嚴重的關係 那到現在最新的數字當中 北韓累計發燒的人數 超過120萬 他自己公布的官方數據說 只有17萬人確診 21萬人 21個人病死 但是韓國的這個市中研究所的 這個相關的研究人員就認為說 因為北韓沒有任何疫苗 也沒有任何相關的疫調 所以這些120萬人的發燒都可以 可能都可以被認定是有確診感染 Omicron的狀況 那而且這個速度還在不斷的增加當中 那這個所以大家想說 到底原因怎麼發生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因素 因為大家還記住了 吉林在二三月的時候 其實是很嚴重的狀況 那現在就考古懷疑說 這個病毒從吉林這樣過來 那事實上金小胖在2020年開始 這個情況病爆發的時候 他就要求全面封閉這個邊界 只要任何中國人從過來 他就全部槍斃 可是可以開槍槍斃中國人的 可是你還是沒辦法阻止這些病毒過去 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第二個原因 可能還是金小胖自己決策的問題 這個決策問題包括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他完全無視與現在Omicron疫情的擴張 還是在不斷的在這種建軍決當中 大量的不戴口罩的具體 那被認為這個是造成擴散最大的破口 你看從四月下旬到現在 快速的有這麼多案例的累積 都認為那個時間點是很嚴重的 第二個就剛剛提到的 WHA要提供他128萬劑AZ疫苗 他也不要 中國願意提供他科興的疫苗 他也不要這個我們能理解 他認為中國的疫苗 一點效用都沒有 他想要俄羅斯的疫苗 可是俄羅斯這一兩年都陷於 這個烏俄戰爭當中也不理他 所以導致整個國家當中 沒有任何疫苗可以提供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的一個決策的錯誤跟判斷 可能是導致現在 這個北韓的疫情 大量的爆發的原因 那現在看到是說 最新的消息說 金小胖他要求軍隊進入平壤 進入平壤當中 他的說法是說 他要要求軍隊來協助 穩定藥品的攻擊 能夠快速的拿到民眾的手中 問題是哪來的藥品 你沒有疫苗 那更不用講說其實全世界到現在都還不是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新冠肺炎的藥品 他哪來的藥品 所以這當然很懷疑 所以我個人認為很大一塊 你與其說軍隊是要協助這個健康服務 還不如說是要透過這種所謂的這種威權的方式來進行維穩的動作 有點叫做戒嚴的概念 可是當這個東西其實誰能載州亦能復州 一不小心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是疫情持續的擴大 人數大量的死亡 軍隊也承受不住的時候 最後你可能是直接圍擊金小胖的政權 在這個圍擊的過程當中那金小胖怎麼辦 通常這時候出口轉內銷是最好的做法 也就是說他可能會動用一些在地緣政治上面 聳動的危險的一些動作來轉移這些焦點 甚至來要求國際社會 你全部給我進來協助的情況 那特別又適逢拜登這個520前後要到達這個南韓去訪問 所以金小胖那時候會不會有一些驚人之舉 牽動地緣政治其實大家都很關注的 可是不是只有 而且北韓疫情如果爆炸 北韓跟中國的邊境事實上是很難管控的 所以中國在那邊動態清零 社會面清零 清了老半天 他的鄰居疫情大爆炸 他也很難清啊 我個人認為會有這種所謂的這種所謂的疫情難民 從北韓大量的都度過壓力 將湧入到東北情況 那這次你倒是什麼 導致你中國更難去做清零的動作 而且這個動態精靈政策 現在恐怕習近平 可以導致他更大的傷腦性的問題 其實這一系列最近習近平一些詭異的消息 我都認為是詭異的消息 像譬如說剛剛穿上海航道的 習近平是不是有了腦瘤 那譬如說上禮拜王岐山到了南韓之後 都不開口稱習近平只只講他他他 這個都很奇怪的狀況 最詭異的一件事情是 在這個這兩天的 人民日報跟新華社的頭版頭 刊的是李克強4月25號 的會議當中的一些文字 刊了上萬字喔 這個刊比國家主席 刊比總數系的規格 而且是20天前的會議 在20天後5月15號 頭版頭被你這樣刊出來 高度的拉高李克強的位置 這是很罕見的 一般絕對都是習近平 習近平 習近平 李克強小小一腳 像是李克強很大的一個篇幅 這些種種跡象都認為說 是不是習李的這種所謂的鬥爭 又在一起 而且看起來所謂 這個對於 李克強來反對這個習近平的力量 是不是又加大 這個是有機可循的狀況 因為看到李克強最近的一些講法當中 包括了他對習近平唱反調 然後說現在要救經濟 要穩就業 對於習近平的固定這些所謂的 動態經濟的政策 有些部分可以調整等等 他都出來講 他都出來講的過程當中 他就想說李克強是不是這時候 在集結了黨內的不滿 在做反習抗習的鬥爭當中 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高度 這是從有機可循的部分 從三月份朱鎔基就傳出來說 對於這個習近平政策的不滿 朱鎔基反習的說法 在華爾街日報所聲音被披露 然後你看到四五月份 李克強慢慢慢慢加大了這個火力 在針對習近平的政策去做批判 你說這種反習勢力 是不是從過去的江派 集結成另外經濟的問題 因為疫情的問題 因為不滿習近平要第三任連任的問題 而集結在李克強身邊 如果集結成行 看樣子下一個政治鬥爭的撕殺點 就在七月底八月初 要舉辦的北戴河會議 好那中國內部事實上 政治經濟還在變化的同時呢 拜登的亞洲行 一方面要鞏固的是東協的盟友 另外一方面他的行程 也包含了日本跟韓國 好 袁將軍剛剛看到的是 拜登的公開談話 這一次美國的這一個戰略 整個重心放在西太平洋 而且特別是在圍堵中國 沒有錯 我們看這一次 這兩天在華盛頓DC召開的 東協的領袖峰會 其實之前大家都不看好 因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 應用影響力去發動東協國家 來抵制這一次的峰會 但是他還是如期的舉行 這表示說美國在整個東南亞的影響力 的確是已經回來了 那這一次的會議的重點 我覺得就是說美國是聚焦 主要是在經濟 然後合作抗疫 然後另外就是能源 再來就是海市安全合作 特別是美國未來他的海巡署 將跟東協國家進行全方位的合作 那另外那個太事務官 Campbell他也提到 台灣安全事實上也是 這一次峰會的主要議題 因為美國希望東協國家 採取具體的行動來確保 台海的穩定跟安全 那除此之外呢 美國也指出 像俄乌戰爭中 俄羅斯企圖用武力的行為 撤破其他國家 這種動作絕對不允許在 亞洲國家發生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儘管各個議題不同 但是剑指中國這個核心 是非常明顯 換句話說 美國希望透過集體力量 來抗衡或減低 中國在整個東南亞的 這個影響力 那未來 應用集體的這個力量 來製衡中國 應該變成是美國的 主要的一個策略思考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美方也認為 中國近期 軍事挑釁的動作 接二連三 你看 才剛在台灣的東海區 舉行首次的 航母戰鬥群的演習 那馬上又派出 他的電子徵收船 到這個西澳洲海域 進行這個巡域 那澳洲的國防部長 杜頓就直接怒斥 這個是史無前例的侵略行為 那杜頓為什麼這麼生氣 主要原因就是說 他這種電子偵察船 他主要是進行電子情報 訊號的監聽 同時是針對所謂導彈 這個測量 還有軌跡的追蹤等等 非常敏感的軍事裝備 然後他都特別通過了 艾克茅斯 這個是美澳潛艦通信基地的所在地 換句話說 這個意告 未來台海一旦有事的話 中共很可能在這個地方 採取軍事先行的南極打擊 美澳這種海面 或是水下的這種戰力的這種準備 那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5月21日 是澳洲的這個大選 那目前來講 Morrison總理所領導的 這個保守的執政黨 民調是落後的 落後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被批評 他對於中國在跟索隆門群島 簽訂安全合作協議上面 沒有成功 這對澳洲的國家安全 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也被反對黨 這個追著批評說 這個是澳洲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誤 所以Morrison也自言 會跟美國採取同樣的步驟 未來如果中國跨越這個紅線 部署軍事設施的話 不惜使用軍事的手段來處理 那除了索隆門議題之外 其實中國也積極在西非的中部 赤道吉內亞 尋求建立戰略支點 那我們知道這個 中國他自2005年開始 就投資了這個 他主要的三港八大港 建立了軍用跟民用的 雙用的這個港口 但另外也在他的這個首都 馬拉伯建立了 國際的軍民雙用的這個機場 那除此之外 他帶來他的這個國營企業 還在該國建立了國家電視臺 而且在八大港也設置了這個 微波廣播電臺 這個就是要透過 所謂的這個輿論的方式 來主導當地國民眾的認知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國際媒體追蹤傳出來 普丁跟習近平 都疑似有身體健康的致命危機的同時 另外一個致命壓力 是全球的通膨壓力 今天事實上 印度直接禁止小麥的出口 使得糧食的通膨壓力 再度加大了 而另外一個全球金融市場的 主要核心觀察的重點 是美國的經濟 一旦美國的經濟走入衰退 或者大規模的升息 很有可能為全球金融 再帶來新一輪的變數 曾老師剛看到的是 尚莫斯的說法 他認為美國這一波的通膨的時間 跟在高原的震盪 可能會維持的比市場預期的還要久 是的 就是其實美國即使三個禮拜 已經升息了這個兩碼 但是他的挑戰非常多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所以未來他也可能繼續升息 那也可能縮表 或者其他緊縮的貨幣政策 那我們看到美國這一波的動作 雖然民間有猜測 他有一些基本的目標 比如說通膨到2% 基準利率在2.5%到3%之間 但是其他的國家都手蠻攪亂的來因應 我們之前有提過澳洲跟英國 上上禮拜都已經調了0.25% 斯蒂蘭卡調到7% 那我們這個禮拜最新的看到 墨西哥連著八度升息 然後歐洲央行暗示七月也要升息 然後馬來西亞也在升息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說 比如說在這個美國經濟在升息之下 籠罩著各種的陰影 所以我們看到各種悲觀的預言 此起彼落 比如說比爾蓋茲跟IMF 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就做了很多悲觀的預言 紐約時報也說 新興國家可能陷入失落的10年 那達里歐在幾天之前 他也預言就是說 歐美的社會所累積的這個泡沫 可能在兩年之內會達到高峰 這時候他的泡沫可能比2008年更糟 那上個禮拜CNN也提出四個要點 說衰退可能會大幅來臨 他這四個要點裡面 特別是突出股市的這個抛售 跟美債的抛售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全球股票市場到底萎縮到什麼程度 那全球股票市場在這個分析裡面 我們看到在2021年的時候 他總市值120兆美金 但是到上個禮拜為止 他已經下跌了21兆 那如果美國的利率繼續往上走 這個對於股票的抛售會更加的嚴重 那另外呢全球債券市場 他的規模比這個股票市場更大 140兆美金 但是累計到上個禮拜已經下跌了17兆 然後呢因為你利率走高 雖然債券價格會變得比較便宜 但是你繼續走高 就表示我債券的價值會跌 所以大家也不要進來承接 所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投資人現在 加速的這個現金化 從我們這個圖表裡面 下面這張圖表裡面很清楚看到 我們先看股市 美國全球是下跌的17.5 那債券是下跌的12.1 那以台灣這邊來看 台灣在最近的這個下跌 也那個股市的損失也達到4.4兆台幣 下跌的幅度到達8.8 那台灣漲萬再次 雖然我們現在利率變動不大 但是未來也是偏空的 那我們再看全球其他的資產 幾乎全面都下跌 數位貨幣下跌 這個比特幣下跌的55% 黃金也在下跌超過200美元 好最後再接下來我們看看房地產 房地產是未來也是預估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看到在過去兩年裡面 美國跟歐洲其實是這個 房地產一直有泡沫的現象 那美國降息之後 其實你看到美國的十大城市裡面 房地產已經在下跌 那台灣這邊的情況是 因為我們還沒有升息 那未來我們升息的幅度 可能也沒那麼大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們的這個貨幣的供給量 M1B跟M2之間增長率在縮小 也就是說未來也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我們總結起來就是說 我們看到全球在動彈當中 所有的資產幾乎都在下跌 當然投資人來說 你抓到趨勢就是獲利的時機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學到像巴菲特那樣 他在這個款掃西方石油 然後占到15.3 其實不容易 你要有專業的訓練 另外呢你也抓到一些內部的訊息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未來 面對未來的變動 大家投資還是以保守為一 而且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是在中國 那偉銘事實上中國的這一個黨媒 直接喊話這一個外商不要走 因為顯然這一回合的中國封城 使得大規模的製造業跟企業的投資跟資金都外流 對 這一次的中國的清零政策 其實對於這些外資企業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中國官媒說我們要與中國共課時間 那他們在這一波大家都在共同富裕 那其實這些外資就被當韭菜來割 所以當中國官媒在這樣子喊的時候 他們這裡的美國在中國的商會主席就說 那現在目前你們政府的措施 正在掐死我們企業的信心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會加速外資外逃狀況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中國自己內部的狀況 其實地方政府 他們由於整個封城的這樣子的情形 導致他們的稅收減少得非常的嚴重 所以說他們在近期發了非常多的地方政府債 來去因應這樣子的狀況 那另一方面除了中國以外 香港也被帶衰 香港在最近的三個禮拜裡面 總共拋毀了10.9億美元 因為非常多的外資在這裡 把港元晃出去變成美元 所以說他們又為了要維繫這樣子的匯率聯繫制度 所以導致香港在這邊瘋狂的拋毀 那在這裡有可能會導致說 港元會不會有機會跟美元脫鉤 目前看起來機會是不大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這樣子的匯率風險 另外中國內部的房地產也是一樣非常的糟糕 就目前已經公布的狀況來講 24家企業裡面有23家都是出現負增長 甚至有18間的營收額 他們的這個銷售額直接腰斬 所以他們內部的房市壓力仍然非常的大 另外這個阿里巴巴 他們在跟俄羅斯這邊的合作合資的企業 甚至傳出他們已經裁員40%的員工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受到這樣子 俄屋戰爭的影響 那還有誰也是一樣被中國這樣子帶賽 就是斯里蘭卡 之前斯里蘭卡跟中國貸款了這麼多錢 但是現在斯里蘭卡自己內部的外匯儲備 居然只剩下5000萬美元 那在這邊向中國球員 中國沒有要給他們任何的援助 現在他們只能轉向IMF球員 所以很明顯的斯里蘭卡之前壓錯邊 那在這邊中國竟然陨落了 有沒有人崛起? 有就是印度 印度今年的GDP增速是全球最猛 那也是所有大國裡面增速最快的 那整個疫情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中國一方面封城 但是印度卻是大開放 所以在印度這邊崛起 是一個大家可以預期到的事情 那還有很重要的就是關於糧食危機 居生們在這邊開會 他們認為當前的問題是在於分配問題 那在未來幾個月 整個糧價一直不斷的飆升的情況之下 很有可能會導致北非跟中非 有非常嚴重的糧食危機 但是中國這裡他們自己的農民 居然在割那些沒有成熟的小麥 就是俗稱的青麥 那因為商人唯利是圖 有錢賺為什麼不割呢 那在這樣的消息傳出來以後 中國網民就炸鍋了 他們中國政府自己也說 不准割這些沒有成熟的小麥 那雪上加霜的是 印度居然在昨天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忽然宣布我們的小麥停止出口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的小麥生產國 也是第八大的出口國 那在這邊他消息一宣布以後 今天的小麥全面大漲 甚至飆上漲停板 那所有的糧食危機 短缺都已經破在眉睫 所以各國所有全世界的國家 都在為自己的糧食 要去做一些保護主義的動作 那這個會導致價格瘋狂的上漲 有一些比較貧困的國家 會被迫擠出市場 買不到糧食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這些國家他們轉向了 保護主義的情況之下 就會進一步推升價格 也會推升通膨 那我們看到南美洲的部分 由於整個糧食的價格飆漲 所以經濟作物的價格 也跟著飆漲 這些小偷他們就選擇去偷咖啡粉 那這些價格 他們去偷咖啡粉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生存下去 那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 所有的糧食價格 在今年以來真的是一路飆漲 包含小麥其貨 都已經回到了今年以來的高點 在我們的錄影這個時間點 今年以來已經飆漲60% 那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經濟作物 像是圓塘 棉花 燕麥 還有咖啡 真的價格的漲幅都非常驚人 所以我們認為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糧食危機 仍然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國際媒體傳出來 普丁疑似罹患血癌的同時 俄羅斯軍隊已經折損了 三分之一的戰力 所以明前這一場消耗戰 是真的會耗掉俄羅斯的榮光 對 確實俄軍在烏東 這個戰損越耗越多 那非常多的一個進攻的攻勢 受到阻礙 那這一個確實 兵源跟這武器的折損越來越多 那這兩天 其實有兩次的一個進攻攻勢 在烏東 包含像這個北頓那次 克河跟頓巴斯河 那5月8號12號 分別有兩個BTG營戰術群要渡河 而且只是渡 大概河面只有80公尺寬 這樣的一個不算大的河流 但是因為搭建軍用福橋後來遭受到 這一個烏克蘭軍方全力的火力反擊 我們看到這一次整個渡河過程中 本來原先傳出說他的戰損 可能只有二十幾輛的裝甲車 但是後來整個推特上面公布 把一輛一輛圈出來發現 合理非常多的炮塔 其實直接都被炸毀在這裡 那更不要說兩側 其實後來算一算不管是T72 B3或者是BTM 或者這個BTR這些裝甲車 各是大概有七八十輛 甚至上百輛的損毀 而兵力的折損至少也上千以上 那這樣的整個烏東的攻勢 第二階段不順利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這個烏克蘭的國防部長 也直接嗆說 烏克蘭接下來可能會進行所謂的大反攻 而且也不排除準備進行動員百萬兵力 那進行回擊 而且這個時間點上其實烏克蘭的 這一個情報局局長布達諾夫 還透露說普丁 確實有相關的情報 顯示他確實離癌 而且類似的說法 不是只有他正式的官方情報單位這樣說 連俄國的這個寡頭 還有甚至是前英國的間諜 都同時不約而同講到說 普丁有離癌的狀況 那這種等於說普丁 是不是在他自己有病情 可能也有威脅的情況之下 想要加速拿下烏克蘭 包含像烏東或烏南 但是目前看起來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接下來 其實 就是烏國的這個情報局長講說 8月整個戰場會有所轉變 包含像現在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已經被 俄軍被逼退到這個邊界之外 連接下來19母 這個地方雙方激戰中堯的一個不擊點 可能也會被烏軍反攻 所以整體看起來這個戰況 有可能會在年底以前結束 而且這烏國軍方 已經 始言說必須會把這個先前頓巴士地區 被俄軍侵略的部分 還有包含像克里米亞半島 全部都拿回來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鳥零號在西太平洋 藥舞揚威超過10天 美日事實上也秀了軍事機 特別是這一次大陸的是大象漫步 確實共軍的遼寧號航母編隊出島鏈 對美日台進行這個藥舞揚威的動作 那5月13號 美日共同聯合在日本的三澤基地 以像多達33架 畫面上看到 至少有F-35A 這是屬於日本防空自衛隊 另外還有F-16 ES-8G電戰機 還有像P-8A的反潛機 還有像E-2C預警機 全部一次出列 那在機坪跑道上面 展示美日聯合的空中戰力 那除此之外 當然不是只有在日本的三澤基地 其實美國空軍部長 肯戴爾最近也談到說 美軍在阿拉斯加的愛爾森空軍基地 其實已經部署了 高達54架的F-35A這樣的戰機 已經算是整個兩個中隊滿邊 而且已經開始進行相關的戰備 等一個部署 那除此之外 中國的軍美觀察到 美軍近期在空中兵力的部署 其實盤點了非常多的機力 包含像在夏威夷 也有21架的F-22A的逆中戰機 還有包含像日本 還有另外的這個沿國基地 也有陸戰隊的28架F-35B 同時像林肯號航母艦隊上面 部署12架的F-35C 其實整個數量已經破百架 那中國軍對於這個部分 認為說 整個美軍在亞太地區部署的 整個逆中戰機 看起來除了面對 平時的一個偵察之外 在戰時確實對中國 也已經形成一個空中的包圍網 除了空中兵力之外 最近在關島 美軍也部署了5艘 洛杉磯級的核潛艦 最近甚至大秀洛杉磯級 其中一艘安納波里斯號 在裝載一型 所謂的這一個Mk67的機動水雷 那這一型的機動水雷 過去比較少曝光 那他長約5公尺 但他非常特殊 他就是屬於自走雷 也就是說 今天透過潛艦發射 他是一枚水雷 而不是魚雷 他可以直接在發射之後 然後潛伏到20公里外的一個 固定航道 跟軍港之外 直接在那裡沉底 而且開啟保險 對於要出港的軍艦 可能就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那這樣的一個等於武力的展示 也在告訴解放軍 今天遼寧號縱然可以 在平時出島鏈對台 日美耀武揚威 但是真正在戰時 其實美軍有非常多的一個水下戰力 不管是上面裝載的過去 有所謂的Mk48魚雷 或者是這個潛射的戰斧巡弋飛彈 連這樣的一個自走式的一個機動水雷 都已經對外曝光 當然也是警告解放軍 在印太地區特別第一島鏈 內外如果真的要暫時 其實要跨出第一島鏈 其實非常的困難 除了在關島 增加這個核攻擊潛艦部署 數量已經高達5艘之外 美國海軍最近也曝光了 最新的殺人精 無人潛艦的一個畫面 這殺人精無人請見先前波音打造 本來先買四艘 其實它價格非常便宜 四艘只要約合台幣13億 等於每艘不到4億元台幣 這樣的價格 那它雖然不大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上面 它的長度大概約末 大概只有這個15.5公尺 不過它的作用非常多 基本上來講 它這個上面配備 IMS的關心導航 跟GPS導航能力 所以可以等於說遠端 讓它分配任務 讓它到定點去進行 不管是增錢也好 或者是進行掃雷 甚至本身未來也可以搭載 所謂的水雷 進行布雷的工作 那更不排除未來 如果這樣的性能 確實獲得肯定之後 當然也可能上面可以掛載 所謂的潛射的戰斧 旋律飛彈 那這樣的一個潛艦 它的優點是因為無人潛艦 所以它沒有水下補給的問題 同時因為它的一個 在水下能夠長時間 等於潛伏的情況 它潛身甚至可以升達3,400公尺 比一般載的人潛艦都要升很多 那在這個特定的水域 特別是潛水區 它可以在那裡作底 那很必要敵方的一個 不管是水面艦或潛艦 要行進的時候 對它進行所謂的伏擊 那這樣的一個 沙蘭基金的無人潛艦 其實我覺得在台海非常適用 那當然台灣未來 如果有機會可以獲得更好 那現在美方也傳出說 美國海軍未來有可能 一口氣採購高達50艘 未來投入在台海 對這個解放軍進行嚇阻 跟所謂的這一個水下作戰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 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 臉書 推特 Telegram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 最終收看 謝謝 謝謝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